大家好,我是HappyCity的大T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的郊区 顺便欣赏一下秋天的景色 秋天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叶子前两天还是绿的 这两天就掉光了 走在相间小路上 看着两边的落叶 开着一台 其实已经离开中国市场的车 今天其实我有很多东西 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台车是 苏附克昌和陵墓 当年国产的北斗星 在我们老家 有一个俗称 管它叫小拖鞋 因为它的造型非常的萌 前面后面都是直直的 直上直下的 像个小方盒子一样 很多人就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外号 就是小拖鞋 这台车实际上 在中国引进有将近十多年的时间 大家并没有真正的把它列为 家用轿车或者说家用车的行列 更多的都是工具车 或者说是拉货 或者是做生意 做小买卖用的 这台车拿来改装 有什么意思吗 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它这台车本身是大有来头的 因为它是源自于日本的K-Car 而且进入国内之后 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改进 或者说并没有毁坏它原有的那种K-Car 原汁原味的感觉 把它拿来改装 是很有味道的 它是我的好朋友叮当的一台车 前不久大概是六月份 收购了一台二手车 当时的车矿呢 原来的车主也是用来拉货用的 但是可以看到现在的整体状态 非常的精神 无论是从漆面啊 还是各个的小细节 都非常的用心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一聊 叮当的这台北斗星 现在呢 国内的改装文化也开始丰富起来 很多人也接触改装车 尝试着把自己的车改一改 其实 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包括周边很多朋友的一些感悟 改装车这个东西绝对不是 你换套BBS 你换套KWV3 你的车看起来就高级 你车看起来就怎么样 其实在改装这个圈子里 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你的心态 你是否对这台车真正的用心 在叮当的这台车呢 其实体现的非常的好 这台车它并没有用什么特别大牌的改装件 但是它的完成度很高 无论是从漆面的状态 还有一些小细节 现在咱们就看一下 比如说它这个中网啊 原车是银色的 但是呢 它改造成了一个黑色 其实改装车并不是一味的去高调 变黑色之后 它其实变得更低调 反而让它看起来更有一种质感 还有就是前车的发动机盖呢 它贴了一个引擎车衣 经常在户外或者郊区走呢 可以有效的防止它气面受伤 另外呢 纯身的姿态这块 它用的是一套脚牙 也是国产的脚牙 很便宜 然后轮毂呢 也是淘宝上买了100块钱一个 轮胎呢 是南港的胎 都不贵 这些东西 其实加起来这台车 当时它买过来是8000 完全收拾完 可能大概花了15000到18000左右 但是完成度就已经非常高了 也就是说 我说改装车并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 现在呢 咱们看一下这台车的侧面 侧面看起来 其实是K卡最精髓的地方 两边都是直上直下的 A柱还有这个屁股 像小方盒子一样 它呢 在侧面加了一套侧群 当然全车都有啊 车头车侧尾部都有 但是侧面的这个侧群最有感觉 让车整体自在看起来很低 像萌萌的 像趴在地上的一个小动物一样 非常的可爱 另外 可以看到这些小细节 这小气嘴是一个小笑脸 非常的用心 所以说我们玩改装车 你拼的是什么 比的是什么 就是你是不是用心 你的小细节 是不是与别人做得好 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屁股 虽然说北斗星这个车 外观看起来尺寸很小 而且很萌 但是它内部空间是很大的 尤其是第二排座椅放倒以后 形成一个纯平的空间 我觉得拉个500斤白菜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说这种实用性的车 到底为什么离开中国 以至于整个Suzuki都已经离开了中国市场 到底为什么呢 可能是我们 对于汽车的需求还不一样吧 像这种纯家用 而且很实用的车型 我们在中国并不是特别的适用 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 可能需要顾及到面子 或者说顾及到舒适性 或者说顾及到汽车的多功能使用场景 也许吧 未来我们的汽车文化会越来越多元 这种实用化的车型 会重新回到我们的市场当中 这个车呢 真的我今天的感觉就是 久违的一种幸福 一种家庭的温馨的感觉 而且是手动挡1.4的手动 现在呢 我开起来 跟大家聊一聊这台车 现在呢 我就把这台老的别斗星开起来了 已经跑了15万公里了 这个老家伙 动力上这块呢 其实并没有做太多的改装 只是做了一些底盘的加强 包括顶八啊 顶下啊 包括脚压避震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呢 整体感觉 转向会更灵敏 更直接 而且测向支撑会好一些 当然作为k car呢 操控或者动力真的可能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那种味道 对不对 内饰这块呢 我非常喜欢这台车的内饰啊 它基本上尊重了原车的内饰 只是做了一些点缀 或者说一些符号性的一些升级吧 你看把之前的一些破旧啊 或者损坏的内饰件换成新的 另外呢换了一个赛支放放盘 两个同椅啊 其实其他内饰就没有改什么 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情况下 你就会感觉这个内饰很有质感 大家可以看到啊 另外这个车开起来有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两个字 幸福 幸福干哪来的 窗子非常的大 前锋挡 我感觉从我头一直到的肚子 闲的风挡非常的大 然后坐在里面 就有点像当年的那个 阿拉雷里面的怪博士在开车 就是幸幸福的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整个的包括侧面的窗子 后面的窗子都非常大 就是带着朋友 一块出去欣赏外面的自然风景 呼吸新鲜空气 就是那种简单快乐的感觉 今天呢 试了这一台非常有JDM风格的KCar 北斗星 其实我还是挺有感悟的 就是我们玩改装车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风格 德系有Hella Flash 美国有那种非常张扬的DUPE 然后日本呢 有这种JDM的玩车文化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多元的汽车文化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一直有一个前提 我认为什么是改装车 什么是标车 改装车绝对不是标车 库当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你在大街上看那辆车 过去了 不管它是不是原厂车 是不是改装车 大家都会说 哇 傻逼 对吧 为什么 我们玩车的人 真正喜欢的是这种 开启车的那种幸福快乐的感觉 并不是说在路上标车 那真的不是玩改装车 对不对 这台车就很明确 你开这个车上面就有一种很有质感的感觉 然后你即使慢慢悠悠的走在相间路上面 也会赢得别人的回头 也会赢得别人的大拇指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尊重 或者说真正应该去发扬的改装文化 开了现在这么多年车 其实我已经换了有七八台车 然后开过的车也不下一百台 但是每次开这种很原始很老的手动挡车型的时候 我总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快乐 可能我有点朗了吧 好 这期Happy司机就到这了 拜拜 你们想开什么车呢 下次给你们讲